22 我今天呢我想要做一個 比較花點錢的企劃 好像也不是說花一點點錢 這個錢應該可以讓我把 TRETA一半給削掉 我應該會花1500左右 看到這一包PTCG的卡包呢 以及剛剛的棒秤 就可以知道我想要做什麼事情了 沒錯 之前我在看MKTV的影片 他們買了一盒 並且測量每一包的重量 去了解說 到底好卡會是多重 以及它的分布 會是在哪一個重量之間 得出的結果 好卡呢約莫是在 我把Range拉廣耀 2.8克到3.0區間 詳細情形呢 你可以去資訊欄那邊看一下 MKTV他們這一部影片所測的結果 所以我就想啦 倘若我這一次 去排排站 我帶著棒秤過去 然後跟他們抽包 把每一包都放在上面來接受測量 所有2.9至3的卡包 全部買下來 並且開包 是不是可以最大利益化呢 我今天就是要實測這一件事情 那剛剛看到的 這一包呢是2.2 應該是不會有好卡 會是綠色的 結果呢白色 而且裡面有殺害多TT 欸 欸 欸 哪裡これ 怎麼會 對啊怎麼會 我看他們測的都是2.9 然後這個重量極輕耶 結果拿到了一張TT 我們就前往排排站 來準備抽卡了 Let's go A few moments later 等等等等等等 我發現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他們所測試的那一個機器啊 有到小數點以下 那我剛剛說 90到整數之間是指 21.90到22公克區間 啊我這一台呢 有點尷尬啊 它沒有到小數點位 X杯啊到底怎麼測啊 好姑且我們再重新擬定一次策略好了 拿所有22公克卡包來去購買 因為我沒辦法測的21到22之間的小數點 剛剛這個呢很明顯就是22 再觸發一次 再觸發一次 真的非常開心 到了快要將近五六點 現在還是亮的 夏天嘛 入夜的時間呢 會比冬天來的晚許多 也因為這樣比較利於我出去拍攝 但我想說 啊現在時間有點晚了 外面應該不會 天色會太暗了吧 不會 前陣子 因為我家離排排站其實很近 但是我們走這一條捷徑過去 那邊會有一道牆 之前選出會直接翻牆過去到排排站 可是現在那邊有花圃 還有一些垃圾桶擺放著 導致於 啊不能再翻牆了 那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通常是在沒有人的時候才去做 排排站呢 最後也要搬家了 所以 也不會離雪都這麼近了 唉 真是感觸良多啊 大家都要搬走了 嗨 不好意思 我要來抽包 你要抽包 我想測試一件事情 你要驗喔 測試一下 那個上次不是那個誰有做過一次 唉唷 米塔他們不是有做過一次 欸我剛剛有測一個 剛好22公克 然後我打開來抽到燒耐斗滴滴 所以我目標呢 是 把 22的 都買起來 因為我真的沒辦法測到小數點以下 那當然 其實卡包呢 它的重量是很不固定的 像這個就22 該不會全部都22 我根本沒辦法買小數點吧 欸真的耶 我真的沒辦法買到小數點以下耶 有沒有21的啊 大家都22耶 咖啡我這個超爛的 是不是這個車有問題啊 這個是有點重 對啊 每一個都22耶 要買好多包喔 對啊 要買好多包 糟了啦 要買好多包 糟 原來 這根本沒辦法去測啊 他測不到車 好啦那就這幾包了 哇靠 那你拿新的一盒車就好了 可是之前 檢尾都會有好處耶 那你檢尾看看 那你先檢尾 對啊 七包檢尾會有好處的說 到底有沒有一包會不達22啊 七包 這有到25耶 為什麼啊 對啊 這個有小數點嗎 因為我記得上次看人家車 都是拿有小數點 對啊 這爛東西都拿來加廠牌啦 去踏拔它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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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關係啦 我們就 檢尾啊 這七包 結果每一包都有 那 那這個很強 那這個很強 好我就買這七包 好 七包的話 就花了是 840塊 840塊 你接受吧 這個就綠色啊 對啊 22 為什麼每個都22 欸有莫沒有莫接受 我們就把 有值錢的都拿出來了 其實差不多好像也算是吧 第二包呢 這好像也是綠色的耶 欸沒有 白色 沒有沒有沒有 這假白 兩個 然後也沒有什麼好東西 幹我覺得這不應該檢尾 糟了 我覺得這間檢尾好像有點失敗耶 這也是綠色 綠的 這裡直接翻過來 不演了 他連 連藏起來都不藏了 你知道嗎 白色 也是假白 歐布 歐布 大家都說 可以當個尾刀狗 可是這個當尾刀狗 完全不是好事耶 呃 白色的 欸綠色我剛剛看他是白的啊 欸 龍結弓閃的 接受 接受 我想要組火牌了 反正火牌真的蠻強的 綠色 這也是 閃的 但沒有說很好 這包也是爛包耶 我覺得我把七包全部畫在這邊 應該都還比這七包還來得賺耶 這也是綠色 欸 有小丑 好可以接受 這七包呢 宣告全部陣亡 超爛耶 是不是要畫一台好一點的幫你剩呢 你知道上一次啊 剩下的 包數 我的好像是 GX怪 然後老爹的是全 全圖來金道具吧 對啊 我想說 那檢尾應該都有好處囉 結果沒有 超爛 爛到爆掉了 那我們來換另外一個迷信 噴火龍的 看會不會送噴火龍 欸我看噴火龍最近也很多人抽到耶 欸 也是22的 天啊 綠色 看來噴火龍也沒有用了 有一個驗後 欸3.0 有3.0還接受 可是我3.0已經跟你們收齊了耶 我已經買齊了耶 現在又證實了一點 噴火龍沒好貨耶 最後一包 也是綠色 所以我們應該反騎到而行囉 管他 那我再抽兩包好了 我不管 我不管 今天要抽到一張全圖才要走 欸 花錢好容易喔 可以告訴我小時候抽哪一個會比較容易中嗎 我記得有一個蠻好抽的 鋼雞雞嗎 就是越醜 越醜的越容易抽 越醜越得了 我比較常容易看到啦 好那我就抽這兩個囉 比較常看到 所以 場上覺得說大家都抽那個噴火龍 可能會中噴火龍 其實已經拆透了你的思維 就把所有肺啊都塞進噴火龍裡面 好反向思考 綠色 歐布 歐布 綠色 這個是鋼的路卡利歐 為什麼路卡利歐被分不到鋼啊 真的應該要拿到一張全圖才離開嗎 22的都買啦 好 22都買那應該是 那應該蠻多包的喔 22都買了 白色 來了嗎 有了有了有了 可是這個是白的耶 鋼的嗎 欸 挖礦理論啊 是不是 早抽這一包就虧多少了 挖礦理論啊 蹲得越低跳得越高啊 來我我要去鑑定 直接送鑑定了啦 沒有沒有 欸可是我前面銷了好多業障喔 13包 對 這樣我們這一次呢 花了 1560 1560 我覺得把這個錢拿去 我是不是講1560花一隻SR噴火龍 噴火龍 噴火龍現在SR多少錢來的 我不知道 那SR的噴火龍 這一張要價台幣1350塊錢左右 那如果抽到HR呢 直接賣美國就有6000塊錢 噴火龍怎麼可以這麼貴啊 因為他是噴火龍 沒有因為他是現在的META牌 沒錯 而且太強了 我控制哪不如 沒有真的是國外很喜歡噴火龍 超不太好的耶 這裡面 我已經消了幾包 不行不行 不行 如果你想要拿這個放秤呢 來去測得你所想要的卡片 並且抽的話 首先你要先買到一個有零點幾以下的 你沒有 要買要有小數點的 對要有小數點的 沒有小數點的就像我一樣全包了好不好 那當然 挖礦理論在這一點也是適用的好不好 蹲得越低跳得越高 今天的結果呢算是好的 那也非常感謝你們 不會不會謝謝 這個 這個假的 對 幫我們消了一盒 不客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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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了下一個不小心就晚上了 小蟲呢 他們來聊一下現在整體的環境狀況 我其實對於控制這套牌有滿心的期待 但卻又對現在的環境充滿著絕望 很想要拿出一副不會說真的太弱或者是輸人的牌組 確實是有 就很不想要打那一種太主流的東西 唉心中滿是複雜啊 我們來先買一個東西吃一下吧 唉唄賣喝的啊 我覺得頭髮應該真的要去剪一下了 前天呢回桃園那邊去一客館已經拿了這兩張之前鑑定的卡片 閃電鳥這鑑定的等級是10級 可以看到嗎 最高規格的閃電鳥 這一次呢 這抽包真的是抽好玩的 然後千萬不要覺得說自己是否會賺到 倘若你這是要打牌的話 說張RRG就已經很OK了 閃卡呢是給那些比較浮誇的人在用 我的話我容階工我就頂多去收閃卡容階工 我不會收全圖容階工 等他快要過環境的時候我會怒收一波 可是現階段啊 現階段不會 希望NKTV他們也可以像雪兔一樣 直接帶個棒襯啊 來去排在那邊 實踐你們的理論 然後抽到好卡 果然啊還是要靠運氣啊 其實在那部影片當中 還是有很多很重的和很輕的都可以抽到 所謂R卡或者是好卡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記得在下方留言跟雪兔 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影片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 掰掰 掰掰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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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們還有一些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